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贤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 周沛躲在窗下宁神听着 如今对这位年轻的师傅 小郡主心中已经愈发地好奇起来 她心中猜想着可能是因为前几天的刺杀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随后听来却并非是那样的一回事 据说是为了去年的一个案子 与宋县被刺杀的案件有一定关联 似乎还牵涉了另一名官员的失踪案与灭门案 房间里开口回答的是一向为驸马爷爷所倚中的阿贵叔 听他口中说起 周沛在外面恶然地眨了眨眼睛 愣了愣 房间里康贤大概也已经皱起了眉头 怎么弄得这么严重 事情倒是并不确定 唯有实质上的证据 但陈锋死人 我以往也是认识的 破案方面能力很强 他如今调查到的倒也不多 但我倒是想起另外的一些事情来 老爷还记得宁公子在去年的那段时间对武学很感兴趣吧 自是记得 只是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了解多有不识 也不知是看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我当时倒跟秦公说 看他在许多事情上老成的样子 倒是在这世上 却也是颇有朝气的 不过 以他的手腕 此后真要找些门道学习一番 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人家看来真的学到了一些了 但总的来说 我听了前几日那刺杀的详情 立衡最让人佩服的 怕还是那果决的星星 便是如此 不过 老爷应该还记得 当时他也曾经问过有关那宋献 以及刺杀者的情况 要说他与此事有关 我是不信的 属下也难以相信 不过 这也是属下今日听了陈锋的话之后 才产生的联想 陈锋是不知道的 他在当时调查的 也并非是那宋献的刺杀案件 而是一名叫顾燕真的官员的失踪案 顾燕真 这人我倒是见过几次 颇有才学 他告终了 去年补了石缺 三四月间回江宁房友 预定是在七月任岳平县令 但六月间离开江宁后便失去了踪迹 后来在城外发现他与仆人的尸体 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一户被满门抄斩的姓杨的人家 这件事发生的同时 这顾燕真家中有几名仆人也被杀了 似乎是因为知道一些事情而被灭口 出手的却是那刺杀了宋献的女刺客 当时便认为顾燕真的死 也与那女刺客有关联 当时陈锋查到了一些可疑的东西 但上面抓不到刺客 只能仓促定案 由于线索不多 当时也未能继续查下去 这事情如何牵涉到立衡的 当时与顾燕真死在一起的一家人 并非善类 那杨毅杨恒两兄弟 是江宁有名的强人 出了名的凶狠 一般中小帮派都不敢轻语去惹这两人 他们一家人里 还有杨毅的两个儿子 也都已经长大成人 据说也有着不错的身手 另外有个老婆 一共是五口人 这一家人平促到不小打小闹 但据说每隔一段时间 会接下一些绑票勒索的生意 官府虽未能将其定罪 但手上大概是有不少命案的 那时比较可能的推测是 这一家人接下了顾燕真的一笔单子 在城内将某人绑架了 陆阿贵说到这里 房间里康贤陡然哼了一声 哼 既是朝廷命官 竟与此等匪人同流合乎 他们到底绑架了谁 如今已是难以查知 最可能的一人 老爷却也是认识的 便那是逐记的聂云竹 聂姑娘 房间里沉默了一阵 康贤大概是在消化着这个讯息 也将事情与宁毅悄悄联系起来 随后陆阿贵方才继续开口说下去 据说那顾燕真往年在江宁 与当时仍在金凤楼中的聂姑娘 有些关系 她高中之后返回江宁 对聂姑娘也是念念不忘 只是聂姑娘此时已经从良 哼 那顾燕真才子之名 我也是知道 清楼之中与她关系匪浅的 相识不少 不过她看上聂云竹 倒也是有点眼光 云竹这女子虽是清楼出身 心性平行 却伪实是不错的 便是如此 据属下知道的 当时聂姑娘与宁公子的关系 已经不浅 但即便是这样 恐怕顾燕真 还是对聂姑娘纠缠不清 据说还有过当街求亲 被扇了一记耳光的事情 陈锋当时结合 燕真以往的形势风格 推测了一番 觉得当时 顾燕真请杨氏兄弟 帮忙绑架的 或许便是聂姑娘 只是后来调查 聂姑娘当时并未失踪 于是 她也调查了一番 与聂姑娘有关系的男子 但当时并无收获 那杨氏兄弟 绑了立衡 不用说太多 康贤对这推测 也已经了然起来 接下来如何 你说那杨氏兄弟 被灭了满门 全家无口 无以幸免 此事发生在去年几月 六月 这不可能 五月间 立衡也还问起过 武功之事 他当时明明还是 温若书生一个 宋县被刺杀之事 也发生在五月 就算他当时真找到了什么武林高手 甚至直接被那女刺客为师 身手倒也到不了多好的地步 哪里会有一个月便能修成的武功 哦 若是那女刺客去灭了对方满门 随后再杀掉谷彦珍 倒是有些可能 康贤的这番猜测 自是靠谱的 不过随后 陆阿贵却做出了否认 但奇怪的在于 杨氏兄弟一家的死 与顾雁珍的死 很可能都并非出自什么武林高手的手笔 按照陈锋当时勘察的结果 很可能是一个处于劣势的人 杀死了杨氏一家 随后也在当晚杀死了顾雁珍 与他的一名护卫 一共七人 窗外的周沛已经瞪大了眼睛 他躲在这儿便是想听这些东西 他之前根本想不到师父还能牵涉到这类事情里来 果然不久之后 房间里的两人也大概做出了推测 下手的是立衡 属下觉得有可能 只是事情的经过 如今倒是很难还原了 那陈锋的想法呢 当日就有一人被杨氏兄弟绑架 这家人本就是出了名的凶徒 四男一女 被那居于劣势的人全部杀死 若被绑架的是宁公子 他当时甚至还不会武功 陈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测 是因为杀死杨氏一家之后 这人也已经受了重伤 然而 对方在当时做了一个选择 他留在杨氏兄弟的住所附近 并未离开 而是做了一些陷阱 花了不知多少时间 等着幕后买凶的顾燕针到来 心狠手辣 斩草除根 现场留有的一些痕迹 表明那人留在附近树林的时候 于同一地点呕吐过两次 并且咀嚼了大量的苦味树叶 这说明他当时受伤严重 身上很可能持续疼痛 导致呕吐 而他为了坚持看到幕后买凶者的到来 通过咀嚼树叶保持清醒 这种事情 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 属下咨问 若在那种情况下 也是很难办到 最重要的是 既然已经杀死了杨氏一家 又身受重伤 普通人所能选择的 自是首先离开为伤 陆阿贵说出这番话来 窗外的周沛已经微微张开了嘴 被这话语中的含义 冲击得一塌糊涂 被亡命凶徒绑架 反过来杀死了对方一家 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坐在树林里 咀嚼树叶震痛 配合着脑海中那年轻师傅的形象 一时间也不知道是何等震撼的感觉 师傅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现在想来 他手上被着手 骨头也断了 只是当时他倒并会多说 陆阿贵大概是点了点头 宁公子在当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几日 回来后说是替朋友办了事 受了些伤 此后手上一直缠着绷带 直到年前才好 此时陈锋并不知晓 属下也是听他说才想起来 如此一来 事情也就对上了 此时不能让那陈锋知道 康贤说了一句 随后顿了顿 此时没有证据 其实属下也只是瞎猜 或许是巧合也说不定 那陈锋也是在这几日 发现了宁公子与聂姑娘的关系 因此动了心思又来查探一番 真要提出来 怕是不容易的 容不容易是不是真的 也不能让事情被提出来 朝廷命棍 满凶绑架 那顾燕镇本身也是该死 这杨氏一家 自然也是死有余辜 之时 康贤说了一句 随后又停了下来 这几日我便再奇怪 老秦被刺杀当日 立衡虽然是以智取居多 但身手居然也变得 皎洁厉害了 不负那血手人徒之名吗 真是厉害 做得漂亮 阿贵 这时你便去处理一下 那个陈锋 能说得通吗 他一直追查 倒也只是捕快习惯 为人并不迂服 而且只要将宁公子 当初赈灾献策之事 给他说上一说 他是知道该怎么做的 这样就好 我听你说起他的推测 此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你继续他相熟 看看他为官有怎样的报复 即使能忍 便想办法在江宁府中 给他找个更好点的位置 想办法腾上一腾 反正如今尚未的 大多也都是 十位素三之辈 不要埋没了人才啊 听得这人够上道 可以沟通 康贤倒也是说得和气 若陆阿贵口中说的 这人迂腐 为求正义不顾一切 此时这位老人家 准备做的 估计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只听陆阿贵说了一声 是 点头答应 随后便听得门响了起来 周沛听过这些话 心中想来想去 犹在震撼 此时连忙爬起来 想要跑掉 然而毕竟蹲得太久 身子一动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连忙手足并用地 往一边爬 随后听得陆阿贵口中的 小郡主的声音响起来 小姑娘头一搭 知道走也没用了 随后房间里 响起了康贤的声音 倒没有太多的惊奇 只是说道 小沛进来吧 小姑娘捏了捏耳朵 兴兴地往里走 我不会当叛徒的 驸马爷爷 不要灭我口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第174章